吃小春急脾气,惹哭,硬彩儿,横横吐槽,春哥对家族太凶了,不喜欢 宝宝去哪儿,来到了美丽的凤凰古城 很多宝宝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手术民族,很兴奋,很好奇 而最重要的是,这些妈妈们都来了 作为以火猫脾气出名的夫妻俩 很多人都希望看到硬彩儿是如何享助吃小春的 不过这次还是硬彩儿先哭了,剧情并没有按照大家想的斗嘴欢乐夫妻的套路走啊 其实吃小春是输了游戏,要独自完成点过的任务 硬彩儿担心有危险才会情绪外泄,差点要哭了出来 吃小春看到妈妈哭了,妈妈又要离开了,感觉事情不是那么妙 爸爸会有危险,马上跑过去拉住吃小春的衣角,不让吃小春过去 在这个节目当中,最明显变化的就是小小春和小小春了 虽然被恶恒无情的吐槽了一回 恶恒在被问到是否喜欢小小春爸爸时,恶恒之言 春哥对杰斯佛太凶了,不喜欢凶孩子的爸爸 小小春的眼里是真的,但现在也学会了柔软 这一期当中,听到了小小春不希望爸爸变老的话题时 小小春一个人在小楼里默默的流出眼泪 杰斯佛又开始说暖心的对话了,不停的安慰陈小春 给爸爸擦眼泪,小小春也表示 会尽量让自己慢点变老,都陪杰斯佛更多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